今天我们看到了就是英国首相 一个新的一个首相的一个诞生 我认为他是目前为止 一个对于中共的野心和他的侵略的本质 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认识 而且也是一个清晰的一个表达 我相信这个新任的首相 一定会在以后的这个因中关系当中里面 能够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处理好中共的威胁 以及它对全世界的伤害 我相信新任的总统特斯拉斯 他一定会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最后就是谈到我刚刚所讲的就是 中共如何运用各种代理策略 第五纵队的策略 你譬如说我们极多无人机等等 他就是对我们一种心理的作战 他其实就是用各种不同的一种群浪的战术 来吓吓台湾人 来迫害我们的一个内部的团结 居然还有认为人说 居然还有人认为说 我们极多塔是叫做挑衅 所以我觉得今天台湾人自己本身 心里要自我巩固 才能够构筑一个反共的长城和堡垒 是 桑普律师 英国那个外交大臣特拉斯能够当选首相 我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英国政治的突破 那当然我们是要看下去怎么做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我们当然最亲密的盟友 当然是美国 日本 但是全世界当然我们要与人为善 我们当然希望欢迎英国有不同的议员 来台湾来到访 也希望说大家彼此增强英台关系 关于那个真的要抗共的想法 我们都讲到那个是一个长期的想法 并不是说这么简单的呼呼口号 而是说你在思想上 你是怎么样去摆位 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到在台湾内部的堡垒 我常常说真正威胁台湾的并不是解放军 他们射几个空包弹甚至炮弹 基本上都在别的地方 如果进入到我们领空领海 我们要积极的防御 所以很多人说 无人机已经到了我们的国境里面 难道我们不去把它击落吗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一定要做的 但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一点 而是我们思想上要有一个全盘的醒悟 那这个才能够去构筑好我们的反共的堡垒 因为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真的信仰社会主义的人 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了解共产党的邪恶 而且是能够击破它的弱点的 所以我们的思想上真的要把 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能够发挥出来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更优质的节目